內政部長葉俊榮今日南下台南 向市長賴清德說明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推動情形 葉俊榮表示 前瞻計畫的經費得來不易 內政部會全力協助地方發展 派能促進二三線鄉鎮再次發展動人 賴清德承諾 市府會將錢花在刀口上 並符合社會期待與展現經濟效益 葉俊榮表示 讓它發展上做到一些基礎 那怎麼樣能夠比原來 塵湘清蒙茂茂的基礎 能夠更結合更多的 更多的資源 然後能夠做一個更完整的 把既有的優良的好的基礎 不管是藍帶 不管是綠帶 那不管是整個發展出一個 步行程式甘有的這個需求 或者是把水岸 跟我們鄉鎮的這個發展結合 讓地方的發展繁榮 不打緊 更進一步又能夠吸引更多返鄉 能夠把我們地方的風華 透過這樣一個資源的集中 能夠再進一步的發揮 這些計畫 其實裡面有相當多的理想 探蓋在裡面 對我們而言 這不是只有經費多少的問題 我們都感覺這些內涵 是相當相當重要的 那我一定會要求我們市府同仁 導致出最好的計畫 最低競爭力的計畫來跟庫裡面申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也會尊重庫裡面 一個公平機制的領選 那第三個呢 我們一定是把錢放在大火山 符合社會的期待 因為前瞻基礎建設 這個計畫能夠通過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此外 葉俊隆也視察新南國小興建工程 看見校方的努力與付出 葉俊隆表示 對於過去所投入的補助 改到很有果效與經濟效益 這裡面那個空間充滿著要跟社區 是擁抱社區 跟社區跟我們附近的居民都能夠連結起來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樣子的設計就是我們 我們一直很想要能夠看到它發生的 然後尤其我最感動的是 我們是投資在我們小孩子身上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今天來看是更感覺到我們做的事情 是可能做成這樣 我整個短短的一段路 可以說是充滿著許多心中的很多很好的體會 經過本次視察 葉俊隆對台南市獲得補助的建設成效相當肯定 他也期待地方能繼續支持前瞻計畫的各項規劃 讓台灣的鄉鎮能脫胎換骨 發展新動能 記者杜哲華台南採訪報導